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6月28号星期二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宇周 中国国家网信办上星期召开全国跟帖评论专项整治视频会议 针对互联网上的跟帖评论 提出要清理不符合政治规定的信息 并且推广所谓阳光跟帖 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另外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夏林被控诈骗一案 上星期在北京开庭审理 七名法学家发表公开意见书 呼吁法庭秉持司法正义 那么夏林诈骗罪的真相是什么 律师被频繁治罪 这是为什么 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不过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 好在欧洲方面呢 英国历史性的公投以脱欧而告终之后 欧洲领导人已经开始处理 与很快就要变成前成员国的英国的关系 德国总理默克尔 今天在德国议会说 即使英国在失去欧盟成员的特权 英国仍然是北约组织的紧密盟友 他还警告说 欧洲绝不能忽略其他紧迫的问题 比如移民危机 应该一起变得更加强大 避免进一部分裂 他引用挪威作为英国与欧洲可能关系的例子 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 但是由于挪威愿意尊重人员和商品自由流动 所以可以进入欧盟的自由市场 如果英国议会批准脱欧公投的决定 脱欧程序将需要两年时间 在此期间英国仍然是欧盟的正式成员 另外英国脱欧效应继续冲击中国股市和汇市 中国在英投资将直接受到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进进程受到了冲击 不过中国人前往英国旅游和留学的费用也将减少 脱欧给中国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发酵 详情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连日来中国正在消化英国脱欧的影响 针对目的下调英国信用评级之负面 中国经济分析人士预计 中国在英国的企业盈利将减少 那对于中国企业对直接而言 其实背后 因为它这个评级下调的背后 其实还是脱欧事件 整个大家对于英国经济的乐观的 这么一个情绪造成的 那如果这样其实转看来 中国对中国的影响的话 中国在英的投资 其实最近的一个季度 直接面临的冲击就可能会是 由于英镑币值大幅下跌 造成的这个人民币计价上的这个营收减少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可能会造成 由于经济下滑 整个的这个投资扩张业务 整个业务本来的盘子就变小了 就是刚才说的是计价因素 然后基本面因素同时也会恶化 在英镑汇率下跌的同时 人民币贬值压力随之加大 不过名声证券的张宇说 人民币贬值并非一概是坏事 但是对人民币汇率而言 其实未必是坏事 因为人民币汇率在过去 美元加息之前 从比如说甚至于 从零几年 一直到一二年之间 都是一个跟随美元被动升值的过程 其实人民币现在已经相对于过强 那如果现在趁着这个 有这个英国退欧的这个事件 那央行顺应这个市场波动 进行一定适当的贬值和调整 其实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有经济学家担心说 英国脱欧可能导致中国内地资本脉流 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被打乱 全球化下的英国脱欧 其震荡是肯定的 利空利好 见仁见智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报道 好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谢谢收看 请您不要走开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进入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 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国国家网信办上星期二 召开全国跟帖评论专项整治视频会议 针对互联网上的跟帖评论 称其乱象扰乱信息传播的秩序 提出要清理不符合政治规定的信息 并且推广所谓的阳光跟帖 勇菲希指出 这实际上是具体封杀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 强制舆论一边倒 中国官媒称 中国的舆论体系与西方不同 舆论引导在中国体制中是正当的 那么政府使用国家资源来塑造舆论方向 究竟是否正当 时事大家谈 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 一位是在中国的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新 舒先生在北京通过skype参加节目 舒先生您好 宇正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 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 我们欢迎陈先生 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请拨打这个热线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 同时也发表见解 与此同时在YouTube上 也在对时事代谈节目的进行 实时的现场转播 同时也开放了热线评论 那么是YouTube上的网址 是YouTube.com 写线 VOA China 那么首先我们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有两位YouTube的观众已经提出了问题 实际上是有好几位 那么第一位是一位叫刘万芳的观众 是提出来说 想请问美国真中文网 时事代价谈节目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次的舆论引导 是之前种种舆论的管制政策的延续 还是新一波全新打压的开始 这个问题我想交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 你好 首先我觉得谈打压 或者可能微贬有点愤怒 就是内心的有点愤怒 其实实际上是限制 那么我想今年明年就要开 另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 所以十九大就要召开 那么在这个会议之前 那么我们这个政府是习惯让媒体 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的 这个也是很正常 历次的政治活动大事之前 其实不光中国了 北朝鲜也好 苏联包括古巴 可能这样的国家 就是政府控制舆论的 他都是希望在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之前 营造一种氛围 我小的时候记得 这个要放这个卫星啊什么 都会在重大事件之前 党的生日啊 或者是毛主席生日啊 这样的情况 最近其实这些年来已经好了很多 另外一个由于经济情况 和国际的政治环境的变化 可能政府更不需要 更不希望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 在网络上到处宣布 所以他们会发出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决定 另外呢 这个小组呢 由于是也是习近平 作为组长的一个重要的小组之一 也可能直接受习近平主席的领导 所以自然也是这样 特别其实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我想可能比组长更着急 因为他生怕他丢了他的官 所以领导的一个眼色 一个精神 他就会往下去做 他只会做的比领导要求的更严格 更重 不会比领导要求的更浅 所以这个很自然的 在中国这是很自然的 其实我们这种年龄的人 快60岁的人年龄的人 其实看到中国已经好了很多 当然离人民的希望 离国际的大的环境 离这个规律来看还差得很远 但是我们今天能说话 其实已经是 已经是很多人能努力的结果 谢谢书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 另外呢 陈博士我想问您 就是刚才同样的这位观众朋友 他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 其实还有西方向美国的一些 这个传媒机构 他们很想进到中国 其中包括像是Facebook 那么Facebook 他的这个扎克伯格 这创始人在几个月前 在北京跑步 吸了很多雾霾 那么他这个 就这次的 这次的这个言论管控 会不会像对他这样的公司 进入中国的这个努力 有直接的影响 甚至包括退出中国的谷歌 现在也有传说 他想重新的返回中国 那么对于这些来说呢 是不是就是说 表示他们又遇到新的障碍呢 我想恐怕 对于谷歌也好 对于Facebook也好 恐怕中共 它是有中国方面 政府方面 恐怕是有一以贯之的政策 在我想来 在可以预见的最近 恐怕谷歌和Facebook 都比较难进入 是不是这一次就更加难呢 不知道 我相信不会比过去更容易了 恐怕 如果有可能变化的话 恐怕是会向 比较更难的方向前进 我想中国政府 要管制舆论 跟正如刚才北京的先生说的 这是他们一贯的 也可以理解 他要引导舆论 关键在于 你引导舆论可以 你要其他的 五毛也好 其他的人 评论员来说一些 正面的话也好 但是你不能封别人的口 比如其他的国民的口 不能让别人 其他国民不能看见东西 蒙住别人的眼睛 摔住别人的耳朵 这个是违宪的 应该严格的说 严重一点说是违宪的 是不能这样干的 你可以引导舆论 没有关系 你可以说你的很多话 但是不能禁止别人说话 不能把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堵上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看中国政府 对在这方面 有些时候 做得相当的违宪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说到 这个社会的阴暗面 在任何的体制 任何国家都是存在 那么这些阴暗面 它的存在并不一定 都是政府的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政府 说不准 把这个阴暗面给说出来 那么这个就成为你的责任了 而且是违宪的 另外书先生 我想问你就是 在我们的YouTube的 这个观众有一位叫做 自由之光 他游戏提出来 就说到这个言论的 管控的问题 说您的微博是被封了 他想您解释一下 是为啥被封了 这个正是我想说的 谢谢这些观众 听众朋友们关心我 我的微博前一天也被封了 那么我仔细思考了 一个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政府 在管制言论方面 一个重大的问题 他们不直接管制言论 他没法判我有罪 因为如果判我有罪的话 或者判我有错的话 我会去上法院告 那么他们实际上是通过 对媒体的控制 因此媒体停了我的微博 我没法告这个媒体 因为媒体说我免费给你的 我关了我技术性的故障 一点你一点办法没有 其实说到底呢 就是刚才不是讲的 就是中国目前呢 宪法当中规定的出版自由 还没有形成 也就是像Facebook和Google 这样的假定不受政府控制的媒体 进入中国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一旦有了不受政府控制的 也就是不受网信办控制 而只受法律控制的这个媒体 那么出现 那么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但是为什么目前到现在为止 中国政府都一直是这样的情况呢 我个人觉得跟中国政府 对现在社会 包括北朝鲜也是一样 它是一种战争思维 大家可以想象 不管是全世界任何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如果进入了战争状态 那么一切的媒体 都要受政府的控制 所以其实中国几十年来 都还没有摆脱这个战争时期 也就是说也有外电讨论 说十六大 中共十六大 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仍然没有转变过来 其实还是一种战争思维 那么从更早来讲 一百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也讲过 而中国的民主道路呢 需要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过程 那么实际上台湾已经完成了训政 已经军政早就完成了 然后完成了训政 现在在逐步走向宪政 那么在中国呢 我相信还是从一个军政到训政 这么一个过程的转变 那么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恶意的揣摩 中国共产党 任何一个政府 其实都是为了国民 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的 包括美国也是一样 它是为了美国整体的利益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可能想训导人民 应该怎么说话 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双刃剑 其实在美国我们知道 比如说关于种族啊 关于性别啊 有些话题也是不能说的 但是这些东西呢 他们是通过立法的途径 通过人民普遍的共识产生的 而在中国呢 就是政府行政命令的 他不是直接命令给你 他就是命令给媒体 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告这个媒体 那我们只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生 那你的发生的这个受众就少了很多 好 谢谢书先生 另外陈先生就是刚才书先生讲到的这个执政党 就中国的这个执政党 还是一个战争的思维 那么尤其像这次的这个所谓的专项治理 治理这个网上的更贴 那么提到有这个九不准 还有呢不准触犯这个七个底线 那么从您的理解来看呢 这个九和七 它其实它的这个宗旨 它的主题思想是在哪里 它针对的是什么东西 当然针对的是中国国民的 它的思想状态 就是说不能说 或者不能发表一些 对中国政府不利的 或者中国政府不喜欢的言论 或者思想等等 所以它设立了一些底线 问题是在正一看刚才书先生说的 你这个思想是不可能这样禁止的 你这样禁止的话 他们它会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 关键你这样一种 就是说基本上是把国民当作敌人 就是说所谓战争思维 说的直白一点 实际上把自己的国民当作敌人来对待 这样的话是不行的 这样的话你这个统治的基础是不牢的 或者是根本上是非常脆弱的 你是把自己的国民 因为言论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它有一个矫正的 它等于是一个自动的矫正器 有了这方面的言论激烈的言论进来 那么一定会有另外一方面的 对它不同的意见来给它平衡 它是一个自动的矫正器 你如果是说只允许某一种言论的话 最后这个政府最后就发现 它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就是说包括你看中国历史上 60多年来的统治 出现了重大的灾难 都是在压求无声的时候 例如大饥荒的时候 或者反右的时候 或者后来的文革的时候 都是在言论被强行的压制住 特别是政府不喜欢的言论被压制住以后 越来越发展 有些弊病的方面发展得愈演愈烈 但是得不到矫正 所以最后导致了大灾难 所以这一点实际上最终对中国政府 也是不利的 好 谢谢陈先生 那么舒先生我们看到在上个星期六 也就是25号 普京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那么与此同时 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联合发表了这个声明 其中的一个声明 就是关于网络信息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 那么其中提到很多项的 有一项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反对通过信息网络空间干涉他国内政 那么这个里头 我想听听您的解读 就是说是不是在面对中共在面对互联网开放的空间的时候 对它的开放性以及国际上对它可能产生的影响 是不是有一些束手无策的这么一种感觉 其实我个人认为内政这一件事情 它是几十年前的一个词汇 对 其实它越来越不时髦 其实我想说通过 由于互联网 由于国际间的交流 很多事情已经很难说 是不是你的内政 还是你的外部事务 这个社会已经非常紧密的互相联合起来了 比如说一些基本的一些价值观 人权也好 言论字也好 比如说免于恐惧的权利 越来越被全世界的人民认可 因为我们大家说话 总是要免于恐惧 总共因为自己说错了一话 就要被抓起来 或者要被处以什么刑律 其实作为公民 我觉得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 或者作为一个政府官员 你说了话了要受到制裁 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一个公民 作为一个国民 说错了话了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 说错了话了 就说错了话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我们中国 也是一群中国人 一旦政府被选上以后 执政这几年 其实谁爱说什么说什么 因为在这些年之内 只要不是我引就辞职 只是不要 只是不被罢免 那我在我执政这个期间内 人民信任我的情况下 那我就是执政 那我允许 对你们所有的人出声 但是我听或者我不听 其实我相信政治家 都会去晚上 或者找时间去听这些网上的声音 我相信习近平也好 王岐山也是听的 但是他们担心的就是 这些声音会引起大众的共鸣 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政府 缺少自信造成的 其实正如刚才博士讲的 每一次的经济的下滑 其实都是因为言论的禁锢造成的 因为言论一禁锢 使得领导的权力就膨胀 他就想干嘛干嘛 最后就导致经济下滑 一旦经济下滑 然后最后只要经济一改变 就是经济改革 一旦要想让经济起来 那么言论自然就有起来 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 虽然我个人的微博也被封了 但是我相信 因为都活了这么多年了 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这样 就每一次压制都导致 下一次就更大的繁荣 其实全世界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 这个习近平跟普京 谈到这些问题 我觉得因为这两个国家的 国情有点类似 所以他们在这些问题上 都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其实我比较担心 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国民 特别担心俄罗斯 因为历史上苏联也好 沙皇也好 俄罗斯也好 跟中国国民国土 都没做什么好事 这个而现在 这个两个国家的政府 走得非常近 那么咱们再过一段时间再看 是不是我们又被俄罗斯 这只北极的熊 又给欺负一次 这都不知道 因为中国的政府 不允许我们 这个随随便便提醒他们 也可能他们说 你们算老几 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 但是那你也应该 允许我们说呀 这个言论自由 这个人 在这个专制的政府里 比方说像北朝鲜 他们认为人长了嘴 就是吃饭的 或者说那些 政府想听的话的 比方说到广场去欢呼 可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你如果看我们都是疯的 也允许我们说一些疯话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自信 所以我总的来讲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 但是它现实就是这样 只要 还是要等着经济 给政府压力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给政府压力 最后政府还会翻过头来 允许我们说更多的话 我相信这一点 好 谢谢舒先生 陈博士你有话要说 是 刚才因为你提到 他中国政府和俄罗斯讲到 所谓的干涉内政 对 这个问题 这就涉及到这个 所谓中国政府前一段时间也好 恐怕俄罗斯 有的宣传 俄罗斯还没打宣传 可能他也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网络主权 信息主权等等等等 他们说有一条 想推出一套新的说法来 新的主权来 说穿了所谓的网络主权 信息主权等等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可以有 这个政府可以有 蒙住国民的眼睛的主权 他可以有堵住国民耳朵的主权 我要告诉他 这个主权他是没有的 这是在中国政府 屡次反复地说 我们要继承 要保卫 二战之后的 那个基本的遗产 对世界 二战以后的基本遗产 就是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 你们专门专章谈论 关于信息的自由流动 人们写的权利 想的权利 出版的权利 说话的权利等等 这些是不是任何一个政府 可以禁止的 而且这种所谓的网络主权 信息主权的说法 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 也没有得到一个任何震荡的 国际组织的承认 现在都是 还是一两个国家 包括中国政府在自说自话 这个我要特别的想给中国政府 你要说这种话的话 现在你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 其他国家没有人承认 你这样一种违反二战之后 所确立的基本国际秩序的 这个所谓的这种主权 没有这种主权 好 那么陈先生 您刚才也提到过 就是说 其实政府引导舆论 这是可以的 是正当的 但是与此同时 你也是 别人也可以 引导舆论 也是跟你有同等的权利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不是意味着 必须要开放这个媒体 当然包括正规的媒体 还有就是像小众媒体 这个互联网 完全开放 那么你觉得 现在的中国离完全开放 这些东西的话 还有多长的距离 你觉得这个 以习近平现在的心态 他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这个是说长 也是非常长 说短也可以非常短 这个要看中国政府 他如何研判自己的 真正的他觉得自己 是不是更稳定 更恐怖 他是不是有自信 他如果没有自信 他可能还要无限地延长 这样一种管制方式 但是他如果有自信的话 当下就开放 并没有什么大的事 实际上他们 因为中国政府 他觉得自己在历史上 做了一些错事 甚至有些称为罪错 包括或是多少人 包括文革 包括诸如此类的 他觉得一开放起来不得了 那么可能自己挣钱弄完 但是实际上你坦诚地 面对过去的历史 包括台湾例如 他有L28或者什么 他坦诚地开放了历史 对过去的历史 重新审视 错了就道歉 或者是做出某种 对历史相应的一些赔偿 各种各样措施 他仍然会得到 国民的支持和拥护的 正如现在的台湾的 但是现在他们 如果没有这个自信的话 他觉得天下会大乱怎么样 那么越是这样 越封堵越封堵 那个水越来越高 最后垮的时候 恐怕这个局面 比现在要开放的局面 恐怕还要更困难一些 那您提到这个自信的问题 那么从现在种种 这个迹象来看 习近平政府 他是不是在 就是他对各方面的 这个控制的 这样一个欲望 好像比他从现在的 像胡温 还有这个江珠时代 都要强一些 那么是不是说 他这个自信的 在每况愈下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是这个内部的原因 还是这个外在的因素 我想基本上 大家知道 看得出来 习近平政府 对这方面 他们做的是非常的强势 是比前几任 都还要更强 这不是说 他的心态自信更强 反而是自信心更弱了 也就是说 他自己觉得 自己的统治的危机 更大了 这个是我想 我经常判断 就中国的状况 我实际上经常判断 是中国政府 他自己的行为方式 和他自己说出来的话 他如果说出来的话 是非常的 目前比过去更加的 严重的 强烈的控制舆论 控制言论的话 就说明 他觉得这个危机更重了 我们判断中国的危机 我经常用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但是现在看来 也许他们主观上 对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危机的判断 越来越强 我的感觉 包括他的内政 包括他的 所谓的权力斗争也好 包括他对中国国民的看法 国民对他的不满程度判断 恐怕他们都不是非常自信的 好 谢谢陈先生 好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120 0551 400120 0551 请大家拨打这个热线号码 来提出一个问题 同时也发表见解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 有什么话要说 第一位是湖北的邓先生 你好 你好 请讲 政府这样管制舆论 恐怕更多是害怕和平引变 害怕和平引变的根本原因 就是怕老百姓 知道了很多事情 正向对共产党进行清算 他们怕清算 他们怕自己的父辈 还是以后他们名字都不好听 以后没有个历史的评价 然后言论管控的话 人们心中有些郁闷 或者是不满的话 总得有一个渠道去发现 你越读的话 它越不好 比如说你不让我说话 那好 那我就来上美国资金吧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湖北的邓先生 舒克欣先生 我想请您进行回应 那么关于和平演变 以及所谓演变之后的 对共产党的清算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 其实讲到演变前头 有一个重要的词 就是和平 怎么样能够和平过渡 对 其实和平演变 未尝不是好事 二战以后的格局 有欧美的一个格局 然后有东欧的一个格局 华沙条约组织 可能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 对吧 华约组织 然后以及东欧的这些经济圈 然后我们以前跟东欧的国家 做生意都不是用美元结算的 都是用货换货的 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 但是最终还是社会主义阵营 没有抵抗过资本主义阵营 或者总而言之 目前走到了今天 大家不得不进WTO 不得不进整个 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那么一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政治上就不得不变化 所以我觉得和平演变 是必然要到来的 我小的时候被教育 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被教育 说资本主义的预言家们 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 寄托在我党第三代 第四代人身上了 我们被教育说 坚决不能让他们得逞 实际上他们已经得逞了 这个没有什么 但是问题是和平演变又如何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想说 关于这个追讨的问题 其实英女王 英国王室历史上也感到很多很多坏事 对吧 比如说发这个海盗的许可证 让大家上海上去抢 诸如此类的事情 但是人民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 并没有认为王室把权力交出来 然后就对王室进行清算 像对尼古拉一样 把他们全家都杀了 那个是俄共感的事情 那么台湾大家可以看到 国民党也曾经搞过白色恐怖 那么这个和平演变的方式 人民也是理性地面对 这个执政党过去 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 所必然犯的错误 这个我觉得人民是宽容的 其实我想说 特别是老年人 老一代人都做鼓了以后 没有什么可追究的 追究的实际上 理性的人民要追究的 就是不要再发生那样的事情 而不是追究当事人 什么 其实我个人觉得 像犹太人追纳粹的事情 其实也就差不多到这了 所以我想说 早晚有一天 中国还会是走向一个宽容和解 随着时间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被整的那些人 像我父母那一辈子 那些人可能都做鼓了以后 大家就没有那么多怨恨了 那么来听美国之音的这些听众们 有一部分可能是还有恨 但是刚才上面那位朋友呢 其实非常诙谐 我觉得他可能年轻 他对历史上的事情 虽然知道 但是他不是亲身经历的 他没有那么多的恨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基督教也好 还有很多宗教也好 号召大家宽容 其实我也是号召大家宽容 比如说我的微博被封了 我就没三番五次的再上去 再弄一个两二事三事 我觉得共产党当年有句话 杀了像明汉自有后来人 你说个心被封了 你别人继续说就是了 因为言论就是那样 真理只有一个 大家继续说就是了 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 总而言之 就记住过去的错误 是为了避免未来 继续重犯错误 我为什么被封了宇州 我跟你说 我就写了一个 写了很短的一段话 我说一定要忘记 为了忘却的纪念 就鲁迅有一篇文章 就为了忘却的纪念 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 把过去的事情 一定要忘掉 忘前看 对吧 过去发生的文革也好 还有比如说六四也好 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实那都是在 当时历史条件下 换我可能比他干的还狠 如果换我的话 所以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我们其实追究的 不是说哪个人的问题 当然如果有犯法 有犯 这个比方说 毁灭人类罪 也是可以 但是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没必要 对共产党进行清算 完全没必要 这个国家 就是走到今天 应该是不错的 好 谢谢苏先生 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 浙江的刘先生的电话 你好 你好 请讲 主持人好 嘉宾好 那个我是杭州这边的 我发生了一遇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 根本不是人权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事情就发生在前几年 贵州省天柱县石栋镇 几百名警察打了农民之后 这个报道在国内 一直不允许报道 但是后面我把这些相关的 一些信息发到微博 包括QQ上面之后 后面天柱县的警察 就直接的想跟我沟通 然后直接通过一些方式来 联系我 我觉得这种太恐怖了 包括他们 谢谢浙江的刘先生 明白您的意思 好 那么另外就是陈先生 我想问您 就是纽约时报 在上星期有个文章说到 微信在中国大陆 是非常的广泛的使用 大概有七亿多人在用它 那么有一个研究团体 发现在微信上的一些 比方人们关注的话题 它其实这个 比方一些生活性的 还有常识性的话题 比方说机器人将取代人类 这个怎么怎么样 像这样的野兽被这个 对 还有怎么样去避免得癌 这样的非常科普性的文章 都被封杀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 被癌症这个信息也被封杀 对 人要转出去的话 有的时候它也被封掉 就是说这个研究团体是这么讲 就是现在中国政府 它对网络的言论的管制 其实就是说 已经从一些政治性的 敏感性的这个话题 是转移到这个生活性的方面 还是扩大到生活性的这一方面 我想是 就是说最近我注意到 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小组研究 包括它是研究的是中国的五毛群体 就是所谓的网络评论员的群体 他们的言论方向 他们的上网是做什么事情 后来大量的数据研究证明 他们并不是说是 像我们一般想的是 反驳某个主张外面的政治 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主张 主要不是这个 主要是要转移这个话题 要把从有些敏感的热点的话题 转移开 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去 这个是比较高明的一种 所谓的避免有些话题 对他们觉得他们可能受到伤害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受到伤害等等 这个转移 这个是我相信这个行为方式 因为他们有大量的研究数据证明 所以至于刚才说到 包括到了某个日常生活的话题 还有怎么机器人 能不能取代人 我想恐怕这也是一个 转移话题的一个方式之一 我大概因为我不了解整个的情况 但是基本上 从他们的研究的结果上 可以类推出来的话 恐怕还是转移话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 谢谢陈先生 那么最后呢 苏先生我问您 就是您在北京天子脚下 那么您对中国社会的 这个言论自由舆论的 这个开放的这个信心怎么样 它的未来走势 您怎么看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说实在话 因为我们也读过一书 当个中世纪的时候 宗教的黑暗也过过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今天能坐在这儿 通过这个正常的这个美国之音 跟大家聊天 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发生的变化 这要在我小的时候 这肯定是反革命罪了 这没什么好说的了 所以我觉得只要经济稳定 这个政治上就能开放一些 现在的问题在于 我觉得可能经济上不太稳定 另外呢 18大 19大的这个交替这个阶段 人事安排 可能都需要一些稳定的社会环境来配合 另外一个关于机器人等等 这些东西呢 我想说我的观点 它实际上在这种垂直管理的 在没有舆论监督和制约的这种体系下 那么官员就宁肯错杀一千都不会放走一个 所以他多杀了没问题 他不会承担责任 但是他一旦少杀一个 那么他就会被追责 所以他自然就产生这种 这种全面的风向 算就扩大化 当年反右也是这样 就是宁肯多一个右派 比少一个右派 所以还是最终 共产党还是会认识到言论自由 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它的纠错功能 就如陈博士刚才前面讲的 纠错功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而且是对政府来说是免费的 如果完全靠自己的纪力检查委员会 或者靠内部的纠错 花很多很多的钱 最后实际上起不到很好的效果 总而言之 是不希望有这个漏网之鱼 那么好的 政治网络跟贴评论 舆论引导是否正当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 维权律师被控诈骗 是否政治打压 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夏林 被控诈骗罪案子 上星期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 夏林曾经代理过许多政治和维权 敏感案件 他在2014年被捕时 正在代理船之刑 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 郭玉闪被控非法经营一案 许多法学界学者及律师认为 当局指控夏林诈骗是借口 夏林是因为代理维权案件 而遭到政治打压 更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贺卫芳等七位法学家 发表法律意见书 呼吁法庭能够做出合乎法治精神 和内心良知的公正判决 也期待社会舆论 对这个案子和夏林律师 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那么夏林的诈骗罪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 中国当局为什么要想方设法 对维权律师治罪 一个没有仗义直言 为民请命的社会 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 我们继续请在中国的 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 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 来分享看法 与此同时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 观众和网友 拨打热线电话 参加节目的讨论 联费热线是400120551 请拨打400120551 提出您的问题 同时也发表见解 与此同时 YouTube上也正在对 时事大家谈节目 进行现场的 及时的同步转播 YouTube的网址 是YouTube.com 协线VOA China 上同的也开放了评论栏目 也请你发表您的见解 那么第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陈博士 那么夏琳这个案子 您认为它的问题在哪里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 很多法学家 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基本上 简单的说吧 它并不是一个 所谓的诈骗案 欺诈案 这样一个东西 实际上是用中国政府 公布出来的东西 来分析的话 它也是一个 是属于私人的 借贷方面的一个纠纷 而且就刚才说 这个所谓的原告方 实际上都没有提出 告诉要来起诉夏琳 这是中国政府本身 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在我们如果在美国 在西方社会生活的人说 如果对方没有提出 一种控诉 但是由其他方面来 我以为他提出 好像是你做了 对其他人的诈骗 因为这个 他是不是诈骗 我想七位法学家 有非常严谨的法律分析 已经提出 完全不能成立 但是就是说 中国政府 因为夏琳 我想这个非常清楚 夏琳律师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维权律师 他做了很多案件 大家知道什么 邓宇交案 爱卫案 阮云飞 谈作人 这些非常热点的 敏感的案子 他都做过 所以说 对这样的维权律师 我想中国政府 现在是特别的 要打压的 这个是一个 大家我们可以看到的 一个基本的事实 好 谢谢您 这个舒先生 我想问您 就是说呢 接着这个继续讲下去 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政府 现在对这个维权律师呢 是基本上是 能给你吃醉 就给你治罪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首先呢 这个在前几年 有一批律师强调 就是死磕 我们这个 有一句话死磕 所以呢 对这一群律师呢 我觉得他们的精神 是非常可嘉的 但是这些律师里面 确实也有一些 比如说 不太简点的一些行为 其实我觉得 作为夏琳律师 代理这么多 比方说包括 崔英杰案 还有这个 邓宇交等等 这些案 首先呢 我觉得特别钦佩他 但是同时 作为一个律师 又参加一个 一千多万的借贷 即便是民事借贷 这个我想在西方社会的 律师当中 也并不多见 其实这个也是给别人 在道德上抹黑自己 甚至在民事违法 行事违法上抹黑自己 提供了一些机会 所以我也提醒 这个中国的这些 有正义感的律师 我们要不然就穷 我们要不然就去赚钱 大家想清楚 因为这个目前 在中国这个历史阶段下 你两件事情都得 还真的是很困难 但是我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对夏琳律师的处理 是过分的 因为我也仔细研究了 夏琳律师的这个案件 就正如陈博士 刚才讲的 他实际上是一个 民事借贷 关系 这个一千多万 那么在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 我和那七位 法学家的态度是一样的 那么在中国 在目前的环境下 我们只能指望 将来留在判决书上的 这个法官 你自己的良心发现 对吧 这个实际上是由你 写下的判决书 五年 十年 甚至三十年 五十年以后 到底他是一个 纪念碑 还是一个耻辱柱 他背后的事情 早晚都要明白 所以我相信 如果法官要不然你就辞职 你说我干不了这个案子 对吧 我不能被政治压力 干这个案子 要不然你就去走下去 其实在历史上 文化大革命也好 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好 包括国民党管制时期也好 很多很多冤假错案 那么今天我们都看到 背后的问题 最后都被盯在 历史耻辱柱上 所以这种事情 任何一个政府 包括英国政府 包括早期的美国政府 其实也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都会被 最后被人类所不持 所以我觉得 我今天能 唯一能向这些法官们 呼吁的 就是小心你们自己 自己的名声 自己后代的名声 包括李庄案当时的情况 我虽然个人跟李庄 没什么关系 我也不太喜欢他的为人 但是这并不影响 我对李庄这个案件 判决的这种厌恶 其实这才几年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 还是公开 这个依法的审理这个案件 好 谢谢苏先生 那么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的听众观众 以及网友 有什么话要说 天津的张先生 您好 这个我觉得 这个中共政府 现在应该明白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说 你应该通过任何一个 一个简单的案例 就是说 它即便是颠覆国家也好 它这个反革命也好 它要反共产党也好 你应该通过这个案例 通过该进行的程序 还进行程序 你通过这个案例 就是说 给做给人民看 反对我的人 我该怎么办 真大才叫真正的依反制国 另外一个 另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这样做的事情 你比如说 你让中央电视台也好 这个人民日报也好 法官也好 检察院也好 你现在你这种做法 把一说成二 把这个正面说成 把白的说成黑的 人家没有这个罪 你非得给人扣上这个罪 我觉得对这些个司法部门 这些个官员也好 法官也好 什么检察院也好 我觉得你这样是 对人家是一种愚弄 他们也是有思想的人 他们不是他们 你做事也给他们看 也给国人看 你如果这样 长期这样下去的话 你想想你这个政权 你自己就给自己打败 自己就失败 好 谢谢你 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 主持人好 嘉宾好 请讲 中国呀 这些律师也好 说维权也好 咱们总的来说 说这些有正义 良知的人是确实也不找 但是反过来说 这些人的话 有时候打的正义的东西 他自己本身 做些的话 不正义的事情 是害人并且被害 这是互害的时代 这是中国从八九六四 造成了中国 这个现实和现实社会 自从的话 1981年呢 把要派平反了 中国就是 但也没有那么多的话 正义良知的人 在出现的社会 把这个社会搞得 是乌鸦掌心 我就说这些谢谢 好 谢谢梁宁的孙先生 那么接下来呢 有我们的YouTube上的观众 这位观众的名字呢 是Tony Chen 那么他也提出问题 那么他说呢 这个中共犯下的错误和血债呢 已经数不胜数 那么习近平呢 如此下去的话呢 恐怕这个 在后来会名声不太好 那么感觉中共已经走上末路 没有办法回头 才如此的这个疯狂的打压 维权律师 那么习近平呢 对他父亲的这个 把他父亲的好名声呢 给破坏了 那么请问嘉宾 习近平还有改革的决心吗 谢谢 陈博士 我想请您回答一下 希望他有 但是 现在我们 但是所有的人 包括全 不光是中国人 全世界的人 恐怕都在比较 注意习近平先生 他的政治作为 他究竟下一步会怎么做 我这里想提一点的是 因为谈到了夏林 夏林律师的情况 就是说 对于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来说 律师的生存状态 律师的状态 是判断一个社会 有没有一定的 或者高正 跟工正 有一定的法治水准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有些国家 我给我举出四类型国家 有些国家 他的律师相当受到 相当多 而且相当受到欢迎 或者说 他的业务很多 而且收入很不错 像美国 像美国 就是他的律师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 甚至打压 甚至有时候会吊销执照 还有一些国家 更严重了 就是说 他律师随时都有恐惧感 就是说 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甚至受到大规模的逮捕 这种情况下 有点像现在的情况 而中国前一段时间 无论这可能像第二个地方 另外还有一种国家 就是甚至社会 就是根本就没有律师 律师根本就完全被取消 就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包括现在的北朝鲜也好 就律师这个行道 对他们来说 他们都是爱手爱脚的 因为律师 这个对于维护社会的公正 对于我们有一个 我受了冤屈 要找地方说理 要有人维护我的权利 我们要输出法律 去进行某种法律上的竞争方式 来获得公平等等 这样一个方式 如果根本律师都不存在了 或者律师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打压 他们的生存环境 岌岌可危 成了高危险行业 像中国目前的情况 那个法治状况是非常堪忧的 所以这四种不同的律师的 他的待遇 他的作为生存状态 就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的法治水准 这一点我想 中国当局要特别注意 如果是 因为国国政府都在观察 中国现在的法治状况 包括很多 包括美国的法学家 像那个孔杰荣先生 最近也提出了很多 对中国法治的一些批评和意见 那么事实上呢 回到这个夏林这个案子的本身 如果从这个司法程序 司法正义上来说 您刚才也提到 他是2014年就已经被逮捕 那么直到现在才开始出来这个审理 我想请问 在这个司法正义这一方面 您看到他有具体哪一些 这个明显的漏洞 他不光是明显的漏洞 他甚至好多事情是 完全违背他自己 颁布的一些刑法条例 就是说他完全违背 他自己的一套司法程序 他这个是一年多以前 2014年相近两年的一个情况 还有那个余世荣那个现象 他那个是完全违反 中共自己的一条法律 就是一直关押着不开审 到了两年多的情况 所以这些的情况 就说明现在这个法治状况 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被破坏的地步 特别是他的基本的程序 我不说是要合乎其他的国家的什么标准 就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一些 基本的司法程序 他们都没有遵守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谢谢陈先生 那么舒先生 我想问你就是说 夏林我们称他是维权律师之一 那么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关于维权律师 这个名称 实际上呢 就是说律师本身就是维权的 那么为什么还在前头 加维权两个字 就特定这律师群体是维权的 那么是不是说 其他的一部分 律师他不是维权 那么这个说明 中国的这个司法 怎样的一个状况呢 说的对 其实律师本来就是 应该维护当事人权益的 但是由于 对 所以都是维权的律师 但是由于中国在政治权利 特别是政治权利上 由于没有人敢站出来 很少有律师敢站出来 为当事人辩护 那么都是维护商人的权利 就是维护公司的权利 就愿意去做这个民商事的代理 在对于比如说代理大公司的案件 能挣到钱 或者是非诉讼的法律服务 那么这些律师呢 虽然他们顶着律师的名字 但是他们和一个商人 没什么区别 虽然他们提供的是法律服务 但是和其他的顾问服务 商业顾问没有什么区别 在中国人看来 那么在中国人 因为也有一个英雄情节 所以只是看到那些 敢跟强势 敢跟政府去对抗的人 大家才认为 是真正维护权利的律师 其实维权这两个字 其实在中国带有一定含义 叫做维护正义的意思 当然律师即便维护商人的合法权 也是维护正义 但是中国缺的 其实就是这些 敢于和强势机构来抗争 敢于打行政诉讼官司 敢于替那些冤屈的 这些当事人 政治案件 这些去辩护的律师 这些律师确实需要一些胆量 我觉得在中国 所以维权这两个字 其实它有一个比较狭窄的含义 就是维护人权 维护宪法的基本权利 而不是简单的 民伤势关系 那么另外舒先生 我想问你 就是像夏琳这个现象 在中国 是不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呢 它一定是必然的现象 因为在任何发展的时期 都会有人 就是怎么说呢 有人倒霉吧 就是有人要为了革命付出 为了改革要承担后果 不是承担后果要付出牺牲 比如说我的好朋友 一些人大代表 这些都是在监狱里面 这个没问题 这个任何一个社会都有 共产党的很多党员 也做过国民党的监狱 甚至很多共产党的党员 也做过自己的监狱 这个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整个社会往前走的 必然的代价 那么这些人呢 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 那他们自己要受这个 谁让你们选择的这条道路 其实我们今天能在这做节目 也是我们选择的 如果我们恐惧 我们也可以不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像这个 我现在衷心的希望 每一个中国的维权律师 都能够谨慎的 处理好自己的 各种各样的事情 少让人家抓住自己 生活不检点 和经济上的其他的问题 给别人口实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 都是一个正常的人 人民监督着政府 用放大镜 其实政府一群人 也在用放大镜 去监督着这些 去看着这些律师 一旦有任何问题 他们就可以去处理你 所以我觉得大家 还是要检点一点 谢谢苏先生 那么陈博士 刚才您谈到 就是说呢 讲到这个夏琳 这个案子本身 就是说 他本身也是违反了 就是中国自己的这个宪法 那么我们撇开 国际上的这个规定不说 那么就您来看的话呢 从种种的这个 维权律师一不小心 小辫子一被抓起来 可能就被治罪 那么这个呢 在习近平手里 你觉得他所提出的 这个依法治国 这个东西 在他手里会不会有戏 能不能实现 他这个依法治国本身 现在看起来的话 是遇到了非常大的质疑 就是说对 而且虽然我们知道 这个依法治国本身 这个说法和所谓的 真正的法治 rule of law 就是说法律的统治 这还不是一回事件 但是如果真正的 来严格 按照习近平先生 前一段时间 刚刚上任的时候 提出了依法治国 提出尊重宪法等等 我觉得还是一个进步 就是往前再走 但是如果是 目前这样一个情况 特别是对 就前一年 就几个月以前 就前一年以前 有好多个律师 维权律师被逮捕 这个是明显的是在倒退 所以说关于 他依法治国也好 不管你怎么 一个说法也好 你总之要根据 你自己的法律 包括夏宁律师 这个案子 你要真正的 成堂要透明的 要公众来参与的 要有夏宁律师 也有他的权利 其他的律师 来进行公开的 质变 在成堂 大家共同的 争辩 也要根据法律 大家来看清楚 究竟他是有罪 还是无罪 这个判决 有没有道理 诸此类的 我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够 真正的做到这一点 你即使对律师也好 对什么也好 他还是有他的权利 对不对 你律师 你说他犯了法 他还是有权利 请律师来为自己辩护 对不对 这些整个的程序 你能不能够遵守 然后真正的 按照法律程序走下去 然后让大家都来看到 大家都来公众 能够在公开的法庭面前 看到这个审判 是不是公正的 我想这个还是 对中国政府的一个考验 或者一个质疑 那么陈先生 在西方的话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律师被治罪 那么尤其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这电影里 像教父这样的电影 这个黑桌党 被抓进局子去之后 他的律师大摇倒摆 进到这个警察局 然后把他们给保出来 就看得我们是非常的 干瞪眼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他当然西方的法律程序 有非常重要的那些程序 他保出来 当然是根据他的法律条款 是可以保出来 简单的说 就西方的那一套这个程序 法律上的东西 他对每个人 不管你是犯人 所有你只要是人 他对每个人的人权 是有相当强的保护的 所以说你不管是 你再指控的再严重 强奸罪杀人罪 但是你只要法庭 没有判罪 还是无罪推定 你还是属于无罪的人 你只要法庭 最后还没有判定 你是有罪的话 我们假定你 还是没有犯这个罪 所以说这个 他可以有一系列的 法律程序 保护他的权利 这一点恐怕中国的现状 离这个差得太远 我觉得差得非常之远 好 谢谢你 那么最后呢 苏先生我有问题 就刚才你也谈到 就夏琳律师呢 这个维权律师夏琳 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律师 代表过很多的 这个敏感的 这个关注度相当高的 这个案子 那么在他的这个判决问题上 会不会可以让我们看到 把这个案子当做一个 像风向球一样的这个东西 能够把它跟中国的 跟习近平提出的 这个依法治国 这个概念联系到一起 从这点 你看看中国未来 就像在习近平 他的这个手里 依法治国的这个走向 一分钟 我相信一定 对 我相信一定会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有一句话叫做 行左而食右 或者什么 打着红旗反红旗 所以我们不能刚看 一个人说什么 还要看做什么 那么最近关于这个 这个夏琳这个案子的判决 最终是不是能够像 陈博士一样 能够公开的 然后由当时 控辩双方 公开的进行抗辩 然后让民众了解 审判的过程 最终给出一个 令社会信服 或者令社会 基本信服的一个判决结果 我相信是对中国 这个十八大 这五年以来的 法治进程 以及今后 十九大这五年的 法治的希望 给人们的一个答案 一定是这样 好 谢谢苏先生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实施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 在北京通过skype 参加节目的 舒可欣先生 和在华盛顿演播室的 陈奎德博士 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 实施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都会参加节目的